那個機器,他們基本上都有可以借給你 但是呢,當他們借給你的時候 是不會跟你收任何一毛錢的 而且會保留在你的房間 直到你check out的那一天 十個你不知道飯店免費提供的服務 哈囉,大家好,我是葉歐,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現在我在花心度假 所以呢,想要拍這個影片給你們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免費的服務呢 是飯店提供的 而且這些服務呢,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有時候呢,我跟很多人分享這些方法的時候呢 他們都會嚇到他們覺得說 怎麼可能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但是事實上呢,是這些服務是很常見的 只是我們不知道是可以跟他們要求這樣子 所以希望呢,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方幫我按個喜歡哦 OK,那第一個 你可以跟飯店要求的免費服務就是 那很多的時候呢,我們去旅遊的時候 我們衣服需要燙嘛 如果你要去正式一點的餐廳跟旅遊景點的話 你要穿襯衫之類的 那這樣子你需要燙你的衣服嘛 因為你的襯衫放到行李箱裡面會皺皺掉了 那我家人呢,如果遇到這樣子的狀況呢 他們都會付錢,然後請飯店呢 幫他們洗衣服然後去燙 但是其實你可以不用這樣子去做的 你可以打電話跟櫃台借個燙抖 還是借那個蒸的那個機器 他們基本上都有可以借給你 但是呢,當他們借給你的時候 是不會跟你收任何一毛錢的 而且會保留在你的房間 直到你check out的那一天 所以如果你待很久 你每天都需要燙衣服的話 你都有燙抖可以使用 這樣子就不用花錢 請別人幫你處理這件事情 而且呢,自己來有時候會比較快 也比較方便對不對 接下來第二個免費服務就是呢 體重機 有人有習慣就是每天早上去量一下自己的體重 我自己是沒有那個習慣 那如果你去旅遊的話呢 你比較難的去量你的體重 因為有時候飯店沒有提供給你體重機嘛 那這個時候呢 有兩個方法可以幫你達到這個目的 第一個呢 就一樣打電話給櫃台 問他有沒有體重機可以借給你 那我這個房間呢 他剛好就有提供一個免費的體重機 可以讓你量體重 那再來第二個方法就是呢 如果他不給你體重機 然後他也說沒有多的可以借給你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呢 去健身房 如果你的飯店有健身房的話 健身房裡面呢 就會有個體重機給你量了 第三個免費提供的服務就是呢 枕頭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你會挑床挑枕頭的人 你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呢 就很難睡著對不對 然後是呢腰酸背套 我就是這樣子的人 那其實呢 你不知道很多飯店呢 他們都有提供免費的枕頭挑選服務 然後他會列 這個每個飯店都不一樣 你要看你的飯店提供什麼 像我這個飯店呢 他就有提供三種不同的枕頭 那一個呢是羽毛枕 然後第二個是 Buckweed 第三個就是橡膠枕 那我比較喜歡橡膠枕 所以如果呢你的飯店有提供這個服務的話呢 記得要去使用 因為有時候呢 在床上他提供給你的枕頭 並不是最舒適的 而且這個服務呢是百分之百免費的 你可以借來使用 但是 不要帶走 因為帶走的話就很丟臉 人家提供給你免費的使用 並不代表說 你可以把他帶走 OK 接下來第四點就是 多的白開水 很多飯店呢 你一來呢 你就會看到兩瓶白開水對不對 那很多人就以為說 你喝完那兩瓶之後呢 你就不能再跟他要了 你必須去外面買水 那我之前也是這樣子認為的 我之前呢就是喝完這兩瓶水之後呢 去外面去7-11啊 去全家買水 然後帶回來飯店 那有時候很重嘛對不對 但是呢 你知道嗎 其實呢 你這兩瓶水喝完之後 你打電話給櫃台 他還是會給你水的 他不會跟你說 呃沒有辦法啊 因為我們一天只給你兩瓶水 不會這樣子 你想要多少水 他就會給你多少水 他不會跟你說 哦 一天只能兩瓶哦 不會這樣子 基本上呢 很多的大飯店 他都會很樂意的 提供更多的水給你 而且水沒有多少錢 他一定會給你的 相信我 對了 我忘記強調一點就是呢 今天這個影片裡面 講到的很多點呢 其實 都是要看你的飯店 有些飯店他有提供 有些飯店沒有 因為要看那個飯店的規模 如果那個飯店很大的話呢 當然他就有很多的資源 可以提供給你 但是如果你去那種很小很獨立的飯店的話呢 他就可能沒有那麼多的錢 可以提供這麼好的服務 所以在這個影片裡面 所有的那些服務呢 不是每個飯店都會免費提供 你要去看你的飯店 接下來第五個服務就是呢 地區的地圖 很多不知道這一點但是呢 如果你去到一個新的國家 新的地區 你不知道要去哪裡玩 然後你也沒有在事前做好功課的話呢 你可以跟飯店拿一個 遊客專用的地圖 那這些地圖呢 跟我們平時的地圖不一樣 平時的地圖呢 是比較無聊一點 但是這些旅遊客專用的地圖呢 上面會有很多圖 還有很多的景點介紹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地圖呢 去安排一些景點 然後如果你按照這些地圖去走的話 有時候在路途中呢 你可以發現很多很多好玩的東西 比如說像是我去羅馬的時候 我就按照我的地圖去走嘛 結果在走的過程中呢 我發現了很多好吃的餐廳啊 很多好吃的冰淇淋店啊 所以呢多善用地圖 而且呢是免費的喔 接下來第六個免費的服務呢 就是沙灘用的毛巾 這一點呢其實我蠻驚訝 有一些人竟然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在下方讓我知道好嗎 OK 其實呢洗澡的浴巾 跟沙灘用的浴巾 有一點點不一樣 沙灘用的浴巾呢 是比較大一點 然後呢它吸水的程度呢 沒有像是普通的浴巾這樣子 而且顏色呢也會不一樣 那通常我們去海灘 或是去游泳池的時候呢 我們不會拿白色的毛巾去游泳池 因為這樣看起來很奇怪 所以呢飯店都會提供給你沙灘用的毛巾 那沙灘用的毛巾呢 你就可以帶去游泳池 你可以帶去沙灘去使用 而且都是免費的 而且呢有時候呢 然後飯店還會提供給你一個購物袋 讓你裝這些毛巾 帶去沙灘上 這樣子看起來呢 就比較優雅一點 比較假巴一點這樣子 OK 接下來第七個免費的服務呢 就是手機的充電器 有一次呢我去菲律賓的時候呢 我忘記帶我的充電器 那個時候呢我就覺得說 反正我在家裡就已經有一個了 如果我出去再買的話呢 搞不好回到家就不會再用了 這樣子是不是很浪費錢 所以呢我就鼓起勇氣去問櫃台 不好意思你們有沒有多的 手機充電器可以借給我 結果呢就真的有耶 他們就真的提供給我一個 免費的手機充電器 雖然呢我到最後呢沒有把它帶走 我是留下來給下一個房客使用 那其實手機充電器這件事情呢 如果你真的忘記帶的話 你可以問一下櫃台 即使他們沒有提供這個服務 他們也會去問所有的員工 有誰有多的手機充電器可以借給你使用 那這樣子呢你就可以省下幾百塊 甚至一千多塊去買那個手機充電器 接下來第八個就是呢 機場或是景點的接駁車 那我先講到景點接駁車 等一下我再講到機場這個部分 如果你的飯店呢 離一些旅遊景點比較遠的地方 比如說十分鐘 十五分鐘以上的車程的話呢 通常你的飯店就會有接駁車子的服務 而且這些服務呢都是免費的 我媽他們竟然不知道會有這些服務耶 是有這些服務的你一定要去問問看 為什麼會有這些服務呢 為了彌補那個飯店的地點不好 有時候呢你訂的飯店 價格比較便宜一點 你就會住的比較遠一點 那飯店也知道自己有這個問題 所以呢他們彌補你的方法 就是提供給你免費接駁車 那接駁車除了可以去到旅遊景點之外呢 有時候還有接駁車去到最近的村莊 那這樣子也可以幫你省下很多很多的交通費用 你也知道吧有時候你去到國外 有些國家是比我們的國家更貴的 所以如果你利用這些接駁車的話 可以幫你省很多的錢 那接下來就是機場接駁車 當你在訂飯店的時候 先不要急著離開訂飯店的頁面 因為在下方呢 它會給你加購機場接駁車這個服務 那機場接駁車這個服務呢 有時候它是免費的 你要去看你的飯店 即使不是免費也好 只要幾百塊就可以加購 這個服務呢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如果你是半夜到了一個新的國家 還是說你不喜歡搭計程車 你怕被騙好了 就善用接駁車這個服務 來幫你省錢啊 也可以讓你比較安全一點 OK 接下來第九個非常的特別 就是只有日本才有的 目前我只有看過日本有 那就是呢免費的消夜 你知道很誇張喔 有時候飯店呢 它真的會提供給你免費的食物 如果你問的話 比如說像我這間飯店呢 它會免費提供給我們水果 那我在日本呢 就會提供一些免費的消夜 但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會提供給你免費的消夜 是因為呢 在一天結束之後 有一些東西可能沒有賣完 所以他們就趕快處理掉 它就給你提供給你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吃了 它就不用 它就不用處理掉 浪費食物 所以它是希望你可以拿掉的 所以呢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問一下 在你住的飯店那個餐廳 快要打烊的時候 就問他說呢 有沒有提供免費的食物等等的 還是說 還有剩下什麼可以給你一下 那這樣子也是不錯的方法 那再來呢 還有一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你知道我們平時 不是飯店有個Buffet服務嗎 早餐 那除了你去餐廳吃之外呢 你還可以打電話 請他送過來免費的 那為什麼會送到你的房間呢 因為有些人呢 不喜歡去餐廳吃 有些人呢 他不喜歡面對很多的人群 所以他們寧願自己在房間裡面吃 有時候我也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打電話你餐廳 你告訴他你的房間的號吧 然後跟他說你想要吃什麼 吃什麼吃什麼 他就會送過來的 而且是免費的 OK接下來第十點呢 也非常的特別 我超級喜歡這個服務 就是呢 無線網路分享器 那一樣的 無線網路分享器呢 不是每個飯店都有 但是你也可以問問看 搞不好他有支 他不擺出來給你知道而已 因為他怕太多人使用 那無線網路分享器的好處就是呢 比如說像是我 我去到一個新的國家的時候 我不喜歡排隊 然後去買SIM卡 因為呢 有時候都排很久 比如說像是曼谷機場 我之前來曼谷玩的時候呢 你排隊 有時候排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都有 那有時候你一飛 就飛了很累了 你哪會想說 OK我現在要排隊 排一個小時去買SIM卡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直接用漫遊 那有些飯店呢 他確實有提供免費的網路分享器 那這樣你就可以省下SIM卡的錢 有一次呢 我去拿一個國家玩我忘記了 然後他還提供給我一個免費的東西 就是一個免費的手機 那這個手機呢 你就可以拿來上網啊 你可以拿來打網路電話 然後你也可以當作地圖 GPS去使用 那如果你想要用這個服務的話 你可以問問看你的飯店 有沒有提供這個服務 通常呢 他是不會給很多人知道 但是你一問呢 他就會說 我們有喔 OK那我們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到這邊 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有哪一些免費食物你知道 但是我沒有在這個影片裡面講的嗎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OK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每週二月六四呢 都會上傳新的影片 然後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你還不會錯過之後的通知喔 OK記得 夢想不太會心動的話呢 永遠只是夢想 我們下一次再見 掰掰 去媽祖 你